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 所以说高情商的养成是十分必要 同时又是可能可行的 好了 小朋友 听小故事长大智慧 我们的精彩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级情商一点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正如爱因斯坦对别的事物迟钝 却对物理和数学特别喜爱一样 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长处 不懈追求 努力进取 就一定会放射出与众不同的异才 笨家伙 女天才 1879年3月14日 一个小男孩降生在德国一个叫沃尔姆的小镇 父母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 高兴极了 然而没过多久 父母就开始失望了 这个男孩已经三岁了 说起话来却还是支支吾吾 前言不搭后语 而且行动举止上还有些迟钝 父母觉得孩子一定有智力缺陷 所以直到十岁时 才把他送去上学 尽管这样 这个男孩还是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嘲笑 由于他反应迟钝 经常被教师喝斥 罚战 大家称他为笨家伙 不愿和他玩 有的老师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 这鬼东西真笨 什么课程也学不会 还有个老师直接告诉笨家伙的爸爸 你的儿子无论将来做什么 都将一事无成 在讥讽和侮辱中 笨家伙慢慢地长大了 在中学里 他喜爱上了数学课 孤独的他 开始在书籍中 寻找精神力量 他在书中 结识了阿基米德 牛顿 迪卡尔 哥德 1895年秋天 本家伙报考了瑞士苏黎士大学 可是他却失败了 若本后的他没有气馁 他继续补习 一年以后 他顺利考入了苏黎士综合工业大学 在笨家伙26岁时 他写出了9000字的论文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 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这是世界物理学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 伟大的宣言 是物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后来 有十几所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 法国 德国 美国 波兰 等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 也想聘他做教授 这个当年 被人们看不起的笨家伙 就是全世界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被人称作笨家伙 经常被人嘲笑 讥讽 如果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愚笨的 并因此灰心丧气 不再努力 那么他潜在的才华 能力就真的会被扼杀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正如爱因斯坦 对别的事物迟钝 却对物理和数学特别喜爱一样 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长处 不懈追求 努力进取 就一定会放射出与众不同的异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 Away